今天是節氣當中的冬至 剛好寒流雷起 看到山上都是開始出現了 有下雪的狀況 甚至有冰凍的情形 那麼現在不少呼喚民眾都說 邊發抖還是說冷得好應景 不過這個時候如果最應景的 還有品嘗暖呼呼的湯圓 也讓不少的湯圓民電 出現了大批民眾 不怕低溫 來排隊 一顆顆渾圓飽滿的白湯圓 在滾水中跳起舞 稍待片刻後起鍋 再加入油蔥和銅蒿就可上桌 Q彈外皮一尺切下 內餡胡椒豬肉香氣立刻肆意 這款鹹湯圓是老饕最愛 餛飩跟湯圓都是這邊 對附近來講都是最好吃的 最像傳統 因為它裡面有包肉啊 然後一些還有湯頭 我想說應景一下 今天又特別冷 二十二號是二十四節氣的冬至 又強碰今年首波寒流 民眾不畏低溫 起了個大澡 雙蓮之家飄香五十多年的 鹹湯圓店 老闆的手沒停過 四五點就要起來了 多了好幾倍 至少五六倍以上 不只爐火滾 買氣更是搶搶滾 埔里奇家的三十多年湯圓店 七彩色澤 內藏玄機 從紅麴 薑黃到紫米 氣重食材讓湯圓 除了甜在心 更多了營養 冬至今天目前是最冷的 所以我們預計 買氣一定是比去年還要好 除了來碗湯圓暖胃 在冬至時 因氣走到極點 陽氣來到起點 恰好是養生重要轉變點 結果中醫師認為 肉類加上滋補中藥材 像是麻油雞薑母鴨 驅寒也補元氣 另外溫馨食材過緣紅棗也是不錯選擇 因為冬至的話就是一年的開始 冬至大部分都溫馨藥材 比較適合 那就是一些 也可以加一點紅豆 這都是補血的 補氣的 紅棗桂圓這樣子 冬至圓不論鹹田湯圓 或藥材食部 應景讓自己打從心裡 暖暖的 記者 盧苑如景臣書 台北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